大名鼎鼎的导演是不是狂妄自大 细节骗不了人 张艺谋时隔20多年再次出演 导演徐峥多次刁难 张艺谋的表现令人惊讶 可以说张艺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导演 而徐峥的成绩只能算是小辈 不过徐峥拍戏是很较真的 即便是面对张艺谋 他还是会指出应该改变的地方 当张艺谋说我可拍过拍电影时 徐峥凑近张艺谋说 太低调了你要高调点 张艺谋点点头 然后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语气 但在拍的时候 徐峥很快又打了卡 因为张艺谋说得太快 造成了一些奇异 徐峥指出应该更清晰 给人更强调的感觉 于是张艺谋在场边尝试了多种风格 最后一句话琢磨了N便 徐峥终于说可以了 包括下楼梯这个动作 张艺谋尝试了20多次 看看什么样的动作最适合角色的性格 这两位导演感觉都很棒 徐峥没有因为张艺谋身份高就糊弄 而张艺谋也听取了建议也很谦虚 小编认为 真正的娱乐圈就应该是这样 大家彼此进步 共同努力